接下來來講解 剛才有跟大家講解過 我們這個是C3實驗的部分 那C3實驗的話 它有些 真的我第一次做C3出脂肪萃取 用手勢萃取法 是在我讀大山食品化學的課程 很有趣 那我們這次秉級考試 事實上只做1分之1的東西 來操作 繪製出脂肪萃取設備的配置圖 註明各個部件及乙迷流向 再來呢 金針樣本5公克 那事實上 坊間的資料說建議 建議它的 OK金針樣本5公克 我們這時候是用那個 黑芝麻 取撒量樣本用鹽波 及波棒鹽磨碎之後 加5水硫酸鈉 大約10公克 這個地方是要把它水吸掉 減少後續萃取的誤差 然後充分磨碎之後 放到濾紙桶裡面去 使用鑷子 鑷子很重要 因為後面有提到說不用鑷子扣分 鑷子將鹽波及 鹽波的波棒用無水乙迷 此時用乙醇代替 用乙醇代替 那這地方其實正規而言的話 有聞過乙迷的就知道 不舒服 不舒服啊 那要再沖溪櫃裡面操作 好 用插紙 插紙棉插紙 插數次之後呢 並將脫紙棉 因為它可能夾有我們芝麻的樣本 塞入濾桶中 再將濾土放入萃取管中 使用鑷子不然會扣分 好 再來呢 已經橫重的平底燒平 橫重的意思就是說 它在乾燥裡面 它在乾燥箱裡面已經 固定溫度固定稀濕的情況之下 減少溫度的誤差 加入適量的無水乙迷 約三分之二球體的體積 三分之二球體的體積 然後用乙醇代替 然後整個粗脂肪萃取之後呢 置入水浴鍋 以被回流萃取 那事實上跟大家講 我們當年在做的時候 第一個 它萃取完 它萃取要萃取8小時 72輪 72個循環 萃取8小時 那對於考試而言 只要把東西架設出來 然後幾個東西做完之後 它不會去 要求那麼多細節 因為時間也有限 而且不是真正用乙迷 好來 那這邊需要到的東西 包括無水乙迷 那無水乙迷 我以前出國前當助教的時候呢 是加那個 加那個硫酸鎂 它就會吸水 因為無水硫酸鎂吸兩個結晶水之後呢 會把乙迷的水吸掉 所以跑HPLC的時候 那水的pick會不見 無水硫酸鈉 芝麻樣本 它會 我已經準備好 黑芝麻跟白芝麻的顆粒 給大家使用 脫紫棉 鋁箔紫 好再來 抽氣櫃 電子天瓶 金鎮 金鎮黑芝麻 鎖素萃取管 鎖式萃取管 它叫鎖式脂肪抽取裝置 水浴鍋 水浴鍋其實 我私底下有跟學生講 坊間有一個課本蠻不錯的 但是其實它細節上有問題 也是一樣有問題 我給大家的就是電子加熱的 可以控溫的 因為我們以前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好那 先不講 乙全取代乙糜 我們這個地方呢 使用的乙糜 廢點34度 所以它設定上會超過34度 一般50度60度 電熱板 圓銅綠質 鎳子 鹽波 鹽棒 橡皮管 橡皮管是用來做 冷卻水用的 像其實這次我準備了三種橡皮管 冷卻水 第一種矽膠管 塑膠管 橡皮管 因為 其實聽說不同的考場規則不一樣 我真的很怕學生沒有練過的東西 會出狀況 所以我盡量能收集的 就盡量收集給大家 好 再來那個燒備100毫升 鐵架 附固定環 附固定架跟鐵環 試鑰匙 好 第一個 請說明所有式萃取管的原理是什麼 它的萃取溫度是多少 它的萃取溫度就是乙迷 這時候雖然是用乙醇取代 用乙迷就是34 34.5度 請說明配置圖跟它 箭頭標示乙迷的流向 這個其實這個看過一次 然後我拿著那個小心把那個 鎖式萃取管的管子留給大家用 大家其實就抓的出來 就抓出來怎麼用 真的看過一次就會了 看到一次就會 好再來 需要哪些設備呢 燒屏 抽出管 冷鈴管 乙迷蒸氣的上升路線圖 紅溪管 紅溪管其實最精彩的 因為它累積到一個程度之後 就會往下掉 好再來是水浴鍋 雲齒綠銅 好那在這邊呢 在這邊說 嚴波使用方法是否正確 然後使用那個 無水 無水流酸鈉進去 因為它是要萃取脂肪 所以你一定要脫脂肪 我們實驗室也有脫脂肪 給大家玩 原子綠銅 放置的方法是否正確 是否鎖子放進去 是否鎖子放進去 因為手上可能會有油脂 會減少 會造成實驗上的誤殺 好 使用無水流酸鈉 是否在抽風櫃裡面操作 所以這段其實在架設過程當中 我會請學生 我們有生物實驗室 化學實驗室 讓他們在實驗室裡面操作 好 污水泥泥的使用量是否足夠 若少於整個原底瓶的三分之二 來我拿原底瓶給大家看 我手上這是 這是1公升原底瓶 這有點大 這是我們用500就夠了 因為500那個體積夠用的時候 用500就夠 不需要到達1000 這其實有點大 好 他必須到他容量的三分之二 但是你用250其實會有風險 因為他可能真的會乾掉了 而且他慢慢膳食掉 他的手勢測取管裡面的 就已經超過那個量 所以一般用500會比較保險 當然你整組越大你需要的 乙迷或者乙醇取代乙迷 體積會越大 冷卻水管的連接是否正確 一樣一個原則下入上出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上入下出 不正確 但不會怎麼樣 只是浪費水 像我一直跟學生講 我以前很皮啊 我照用啊不會怎麼樣啊 但是為了考試就是下入上出 沒辦法 這是SOP 來安裝的技巧是否熟練 再來 結果報告 所視萃取管的原理跟溫度 是否正確 乙迷的廢點34點多度 你們設定他的水浴槽 建議設定60度 整套配置圖名稱是否正確 再來 紅吸管 氣體連通管 側管 綠子筒相對高度 跟乙迷流向是否正確 圖面是否整齊 再來呢 工作態度 是否嚴謹細心 工作觀念是否何無要求 衛生習慣工作台儀器 是否清潔 再來 如果整個過程當中有破損的話 此題判定為不及格 此題判定不及格 好OK 所以這邊的話 只要有破損等等 所以我會讓我們學生練習 包括老頭子做時間都可能打破玻璃 一樣 小心小心再小心 那我在我看得到的範圍內 我一定讓大家盡量的 好OK 來我們這段先錄影到這邊 我們準備下一個單元